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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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use of Cards 是吗 House of Cards The Good Wife House of Cards 和The Good Wife 的混合版 House of Cards 在我的机场上很有看 最主要这次看《The Good Wife》 我看了 来回我一起看了六集左右 已经到 其实很快到 甚至乎你会觉得不要这么快到 等我看完 最紧张的地方就关机了 降落了 另外一样 比较先进的地方 例如我旅行 我喜欢三个地方 日本 台湾 泰国 这些都是来香港不太远的 即是机程都是三四个钟头以内 你已经可以去得到 每次去日本都有新发现 而且那个气氛令到我 亦都觉得是很雀躍的 其实你本身是日本人 前世真的不知道是不是日本人 你一定是前世日本人 又那么喜欢《永远的灵》 DVD、Blu-ray 都买了漫画 歌都买了 然后三本五十六又去看了 是的 是的 的确在东京 也会有很多令人觉得开心的事 是的 其实时间很快过 是的 很多人都去 哇 要计划行程 其实都不用想 你一去 活一声去到最后一天 你已经回来了 哈哈 你这次去了多久 这次去了五天 其实不算太长 是 那这次呢 对我来说也有点意义 是 是 就是这么巧 生日的月份就去了 是 生日还要在那里过 是 那晚还吃了一个很开心的生日饭 是 是 就是令到 咦 这件事好像也有点特别 是 是 那这次去呢 就 住一间就是 池代的酒店 是 就是Metro 网 Pandemie structures 在东京都多出名特别 多那麽多那 在港版后呢 fellow 大黎 因为香港人主要是 价钱便宜 对香港人呢 就是拼搏精神的 哈哈 对这个酒店要求不多 錯至一 항 两股 剛好 地点是跑得比 我 brow 最好是伸宿樓上 百三尺都可以 日本其實有很多這類型的酒店 可能在伸宿、涉谷、圓住 這次感覺 因為它是近池袋的地鐵站 所以上落也很方便 酒店裝修不算很新 但也可以接受 尺寸有三百多尺 可以的 在日本來說算是大 價錢就略貴 大概1,700到2,000元一天左右 可以的 給你整件事 因為日本東京的地價很貴 如果1,000元一天的酒店 你幾乎選不到 但如果是1,500到2,000這個價位 我覺得大致上都可以選到一些比較舒適的酒店 又或者是可能比較怎樣說呢 它偏遠一點的難找一點的 那個價錢就相對便宜一點 但酒店可能就漂亮一點 我不建議住偏遠的地方 永遠都是一個地位 一定排第一 時間太貴 你找到路來 出去都很貴 你又來回又遠 而且如果你在一些旺區 譬如池袋、新宿、涉谷這些地方 你還有一個好處就是 女士們都會的 購物一些化妝品 那些就一大難餐 會不會走到一半 然後會回酒店放下一些東西 再出去血拼呢 也是可以的 其實我這麼久都沒有算過 如果我真的在日本買一些化妝品 因為有時候我試過 我買完回來之後 我發現阿信奧好像很多價錢都很差 這個就要看清楚了 我真的有計過 試過 以前很多日本沒有的東西 還有很便宜 日本有的東西 香港很便宜 香港沒有就大量入貨 但現在就要留意一下 因為香港都有很多水貨 尤其是化妝品 先留意香港有沒有 還有價錢是相差多遠 話說我那時候就是了 因為我買那個大島油 即是那些法美油 它那種是挺好的 它好像黃色 滋潤化 滋潤化 還有我會配上它 它不是馬油來的 它叫大島油 這樣就很有趣 好像有塊柚子 好像在旺角都有 好像有塊花 它是黃色盒 而有塊花 我忘記了柚子盒還是花盒 那個油是給你踩發味 另外我會用它的洗頭水 某年某日我買了 然後我發現原來亞遜屋 即是Kawaii嶺也有 然後計算一下 其實又不是便宜很多 但我又要拿餐死的時候 Kawaii嶺現在就好像亞遜屋 另外一條線就在旺角落黑 其實很多地方都有 中環也有 銅鑼灣也有 所以就留意一下 即是我這次去 我看到有一隻我用的牙膏 價錢就差10元 那你不會為了這樣買30枝牙膏 令我結滿了 那我又不會 我衡量物質我覺得不值 因為以前去東京的人都會買龍角散 那些 這次都見到都有賣的 龍角散就不同 因為那個包包很小 那些粉末那些 你買一包放在褲袋那些 但有一陣子是否說不要吃龍角散 我不知道媽媽有一陣子有跟我說過 但這個都出名 龍角散就有少許冰涼的 就倒進口就行了 那些粉末來的 其實都很流行 就止咳 去東京買成藥的 藥房多 而且藥房很多人會買化妝品 還有一些用品 但你們這次去退稅 即是實行退稅之後方不方便 因為它應該又可以退回8% 方便的 那你退稅現在有8% 其實泰國還好 如果你去百貨公司即場退現金給你 但我不知道化妝品 因為之前去如果你買夠1萬日圓 其實它還沒加稅的時候 就退回5% 5% 那就是很簡單的 即場又不知給護照 他就退給你 但我看過新聞 類似化妝品那些比較難 不知道怎樣又不可以在境內用 很多這些東西 我就不知道狀況 化妝品是不是都是在藥房 即場可以退到 還是不能退呢 可以退到的 即場可以退到 所以現在其實是方便的 我的經驗就是 我在高度屋 我就買魔術 今天有很多魔術品 這次好運就這麼簡單 又再展示一次 因為我高度屋裡面 就有一個魔術的檔檔 我去了很多年 我這次去就有個意外收獲 就是它有一些魔術的書 這些真的一個歷史的貴寶 多少年出的 你有錢都賣不到 197幾年出的 他是專門買魔術屋 魔術東西的 他是專門買天洋的魔術 天洋是一個日本比較出名的魔術品牌 每年都會出一些不同的魔術 四至五套 即日本的百貨公司 什麼都可以買 什麼都可以買 我上次去 我已經買了最新一年的魔術 這次還有一個意外收獲 就是它有一些以前的魔術師寫的東西 寫出來的魔術書 是硬皮的 你們先說 我拿幾本書給大家看看 嘩 聽起來真的很珍貴 好像有些Vintage的感覺 但其實原來高度屋 我前陣子有個朋友 剛剛去完日本 跟著他有跟我說過 如果你在高度屋買東西 他就跟我說 他還有一張卡 就多給他5% 很漂亮 很有傳統的包裝的感覺 是不是 這個即場 阿祖和女神就可以去看看 它是一個硬皮 它是幾十年前寫的 很格式 是那些魔法書 打開可能會有 我先問一下 它這本叫Ten Kai Ten Kai 其實就是以前一個魔術協會 它有日文和英文對照 挺好 我剛剛想問你 這本最幸運 是唯一一本日文和英文 其他都是全日文 這是1990年 而且我感覺到 它是用打字機打出來的感覺 你看看 你應該試用打字機 阿祖你看看一本1974年 1974年 哇這個好經典 其實現在看的這本 它是包裝得非常簡潔 很日本的 是 因為真的40年前那時候出的書 每一年都會找一些 在日本的魔術界有貢獻的魔術師 幫他們出 類似一個獎項 這個Ten Kai 後來就沒落了 因為是40年前 最近這個Ten Kai 直接關閉了 關閉了 賣給了天洋 所以你可以找到 所以其中一個很重要的產物 就給了天洋 就是這些魔術書 這個Ten Kai 天洋拿完之後 就拿出來賣 其實它真的不是清貨 它真的給懂得欣賞的人 是 因為這些書 就是一本這樣的書 圍起來差不多700元港幣一本 是貴的 就是如獲自保 我當然很開心 我一看到 哇 就要買了 前後我都買了很多本 是 最好就是 它無端端給了一張卡給我 原來高島屋有折扣 5% 我就是記得 即時給你的 即時有折扣 我有個朋友 剛剛去完 他都跟我說 他在高島屋買 就還有5% 對 看看大家有沒有銀聯 如果銀聯 另外再有折扣 對 因為我記得 又是朋友跟我說 他很推銀聯卡 銀聯卡 就是給大陸人 所以他們問我 如果你明天去 你有沒有申請定 銀聯卡 會有5% 好了 然後還有8%退稅 是 前後其實都便宜了十幾二十 你還要加上現在的日圓跌 這麼低 但奇怪的是 我去銀聯卡的時候 不知道 因為我拿到高島屋5%折扣 他就無法給8%退稅 其實不會 我覺得兩件事 我覺得不成立 然後我沒有理會 我照下去銀聯卡 照做退稅 他照退給我 另外也可以解釋 一個小小的疑團 因為買化妝品 很多女士去到買化妝品 就退很多稅 不停瘋狂購物 然後瘋狂退稅 因為你要拿一個折扣給他 他就會在你的折扣裡面 就釘了一張類似Ticket的東西 那些Ticket的東西 就吸了一個印上去 你不可以後天撕爛去再黏 就不行了 就變成你的折扣 如果你買化妝品 你買得多 你整本折扣都夾了這些字 整個折扣 那你就過關會有一個問題 他理論上就告訴你 這些消耗品 你不可以在日本境內用 第一 第二就是你過關的時候 你一定要展示這些化妝品給他看 這個是合理的 因為如果 其他國家買東西都是這樣 是的 我覺得這個是很合理的 因為你沒有理由說 你有一個外國人的朋友 他在日本就不斷去的化妝品 就狂買 全部都退了 其實不是他自己用的 這樣就走了 但這個就令到大家很困擾 因為你要手持他們 你怎麼能夠手持這些東西 進去機場境內禁區裡面 過這個移民局 是的 你的化妝品是這麼多 另外一件事 大家不要忘記 你現在拿化妝品 你是不可以拿相機 你超過100ml 又不知道要密封膠袋 而且你去買化妝品的時候 他已經幫你找一個膠袋 已經燒了 你一打開 打完交叉就說 這個袋開過就無效 是 日本人真的很厲害 就這個問題問過很多人 沒有人可以清楚解答 到底是不是過關的時候 你走的時候 你拿這些化妝品上機 還是怎樣 但有沒有人去檢查呢 對 到最後走的時候 以我的實際經驗 可以和大家分享 就很有用 經過這一集之後 其實真的是塞錢落裡袋 賺很多錢 其實他那個過關都挺兒戲 我聽下去 似乎是日本政府 推出了這個退稅的程序 加了稅之後才發覺有極大的問題 是 因為你想一想 怎麼會成劫化妝品 拿相機 根本是拿不到相機 而手足也是繁複 而大家也是全部不停退稅 是 所以 你就要找一個專人 你就要服侍 是 其實 他也有一個專人服侍 但我覺得都挺兒戲 就是 你入了個關 其實是沒有人檢查過任何東西 你入了關之後 你走過去 就讓他看一看 他也是把那些東西 撕掉丟掉去 就完成了 整件事 你再過移民局的時候 也沒有任何問題 是 所以我覺得是直播率高 如果下次大家去日本 買化妝品 不需要特意 你要手持 要過測 因為我目測 那裡 都沒有人特意拿化妝品 給他看 而他也沒有什麼 intention 要你拿化妝品給他看 是 因為日本人另外 有一件事 就很害怕講英文 是 是 如果他要檢查你 他無可避免 他要跟你溝通 是 他跟你溝通是沒有用的 你擺明是兩手空空的 是 這個時候怎樣 是不是要你扣稅出來 怎麼扣呢 他要你扣 你又會跟他爭論一下 是 然後他拿你單續張 跟你計算多少錢稅 是 這是很難的 我突然想起 為什麼 我終於都明白得到 其實因為日本人 他沒有想過 其他民族的人 會是這樣 因為日本人真的很奉公手法 很誠實 他從來沒有想過 你們這些人會這樣 這個可能是其中一個原因 我覺得我的原因就是這樣 所以下次我覺得 去到稅照推 你保持自己的底線 你最遭高的情況 最多你就付稅給他 是 你不是買幾億貨 你稅得幾錢 幾百元 還有勉強自己麻煩 那件事做得很重要 是 因為拿著他真的很麻煩 因為我在想 如果你拿些貨上機 你其實更麻煩 是 你怎麼過那個X光機 如果你買那些粉 你又超過100ml 沒有 那又沒有 對 另外有一件事可以分享 就是 如果你聽這個節目 你有草打火機的習慣 你會很留意 這個是真人真事 我朋友發生的 話說他都是去日本 你看到日本有很多漂亮的打火機 他很喜歡收集打火機 一買買了100個 然後寄倉也不行 不讓他寄倉 寄回來呢 寄回來不行 寄回來不行 要他丟掉 是嗎 他到離開的時候才發現 原來是不行的 到離開的時候 說這些是不能上機的 郵谷記不記得呢 寄倉也不行 你郵谷記都大費周章 可能在機場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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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想過這樣 那你可以怎樣 是不是可以放光氣 因為他入那些 不是那些打火機 可能要入氣 放光氣就OK 這個就不知道 但最好不要在日本買打火機 而你想著寄倉就OK 千萬千萬 你不要想一件事 就是 我放在行李裏面 沒有人知道就可以了 不會沒有人知道 人家過了 對 我可以告訴你 我的後果更加嚴重 當他 又有人會這樣想 如果我弄一個密碼鎖 我鎖住他就可以了 他開不了你 他怎樣都會拆你 會爆你的 爆行李裏面 爆行李裏面 全部都散了 是很大的問題 他基本上都不會 是你自己擺一些 不應該上機的物件 是 所以這個大家可以參考 日本最主要 我覺得有幾樣東西可以看 東京 第一樣就是 吃東西 日本很多美食 其實去到就可以不停去吃 最好計劃一天吃五至六餐 寧可每餐吃有事很多 可以慢慢講 第二樣就是玩的地方 玩的地方和購物的地方 第三樣可能是一些景點的東西 譬如我之前有去過上野的美術館 科學館 這些我覺得都很值得去看 師傅說的是一個文化的人 師傅說的是一個文化的人 我很文化的 我去泰國 台灣 日本都好 我都會去研究他的美術館 為了這件事 我還無意中在書店見到幾本 其中一本是專講上野西洋美術館的書 介紹裡面的畫 我就買回來 另外有一本是專門介紹日本的美術館 原來日本要看藝術的東西很多 會不會有目的地去看這些呢 甚至你去過上野公園 其實你已經很開心 一望無際的草坯 另外有很多樹 而他說的樹不是幾棵 可能是幾千棵 還有一些 好像森林一樣進去 類似蓮花 類似一個河塘上面 有些浮葉在那裡 很漂亮 一望無際 目測都超過一公里寬 那個都值得去看 如果美食 其實在日本東京 最常見就是壽司 另外就是吃一些豬扒飯 之前我吃過有一個 那個豬扒飯也是好吃又便宜的 最好就是整個豬扒飯 它還有給10元的Coupon 給100日圓 你下次又可以再去 另外拉麵 這些都值得吃 還有Yakiniku 即是燒肉 日本的燒肉 可以跟街邊埋住 還是要坐下 坐下就像一個爐 那些 就是一個爐 然後就像韓式燒烤 說起來我也想吃 日本去東京和大阪 我都試過很多 這些燒肉 如果壽司 我覺得必定要試的 就有分便宜價和比較貴價 如果是比較有特色 就築地就一定要去 築地其實最出名 有兩間 一間就是壽司大 一間就是大和壽司 森仔排隊 很多人排隊 很多人 大和都尚算OK 因為我那次去大概就 你通常幾點去到 我們那次就不用特別早 因為他點半前都開門 是 我們那次去都是吃完早餐 然後搭車去 應該11點多 12點開始排 就排到點半左右 排一個半鐘 大概六七十人左右 是甚麼人 其實香港人都有 香港人 國內人 日本人都有 但日本人應該相對不是很多 日本人都不少 是 我見到前面那些人 都有一些講日文 為甚麼呢 因為也有個可能 我們去的時候 剛剛就是東京的假期 所以 會不會在日本的世界各地 又飛過去東京旅行 去都會 是 甚至乎我聽到前面 會有 一男一女說 他大致上的意思 就是我扮演日文 就很懷念 觸地以前來過 現在又可以再來 很輸入 就是門口那個師傅 因為他們是兩父子 以前只有一檔 老爸開 然後買了旁邊的舖位 兒子在旁邊坐鎮 就是以前 現在又改變了 去看 是 他那個壽司 就3500日圓 圍起來 現在 其實真的不算貴 200元左右 有交易 是 就七件大大件的壽司 如果大家有興趣 看壽司的樣子 就能看到 是 你去我blog的東京郵寄 你會看到 我有一期 我就說 就是大和壽司 是 至於這個壽司大 我就沒有去過 是 我亦都在網上 有分享我的看法 就是那個壽司大 我有朋友去過 但是覺得物值不高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壽司大 就排隊差不多要排四個小時 是 那就是 對了 那他的電影不拒 就是我排完四個小時 而出來的質素更差 但是為什麼他的名氣這麼大 可能就是在 旅遊書有介紹 我覺得是這樣 尤其是國內旅遊書 因為我當日去看 那個壽司大排隊的人 大部分都是國內人 是 香港人不多 日本人都不多 那本旅遊書 有沒有寫明 他是哪一天開 哪一天不開 因為話說我以前 是做有關日本食品的東西 然後我就知道 其實我不知道這樣 跟新鮮度有沒有關係 因為竹地都是一個 為什麼它會有這麼多這些海鮮 其實它北海道又會運過來這裡 是一個很集中的漁場 是集中的地方 所以其實它逢星期三是會休息的 很多時候星期三是不會有雨 或者怎樣 我不知道其實這些店鋪會不會休息 又或者會不會新鮮度那麼高呢 是 它應該是逢星期一休息 如果我沒有記錯 是 所以如果穩陣起見 去之前 上網查一下會比較好 是 因為它另外可能有些特別的 日本的日子 它又不開 都不出奇 是 另外可以提的 如果真的去這些壽司大 或者什麼大和 或者壽司大的話 是搭去足地市場站 就會比較近 是 這個很重要 就是外面是足地 因為以前我做事 一早就要出動 然後都是去那一邊 因為它後面 其實它有很多小攤檔 我們就要去那裡 看一些拍賣等等 那個位置就是 搭去足地市場 就會比較近 其實那個站在旁邊 足地市場比較近 因為它另外有一個 我忘記它是Metro站 足地也是Metro站 又是不同線 Metro站 不同線 但是最好是市場站 一走進去就到了 否則你又要在另外一邊 市場站走過去就不太遠 一出已經差不多到入口 五分鐘左右 五分鐘之內都一定可以去到 反而足地站就偏遠了 還有這次給我的經驗 最好花多一點時間 在足地市場那裡 還有最重要是樓土 因為我們去到大和 其實我很開心 我們想加那個拖羅 但我都堅強忍不加 因為之後還有很多美食 一走出來 其實後面那條街 就是一些市場 街市 就有很多試食攤 當吃那些花生 杏仁 紫菜 吃到你不吃 魷魚 我記得印象深刻 有一家賣魷魚 你任吃不只 你如果買 找一個透明的盒 裝到滿了 盒都蓋不住 打開一餐給你 我覺得這個其實是一個手法 買完之後 然後你就可以去買單 其實都是大概一百元左右 也不算太貴 這個我覺得都值得分享 另外還有一些生蠔 那些很好吃 燒生蠔 不是燒 很肥美很大隻 另外有一個燒帶子 就整個好像肉餅的鐵兜 那些鐵碟 這麼大隻 都是港幣 三十多元就很值得吃 價錢很合理 價錢很合理 吃下去就很開心 其實你這樣吃到來 差不多都花了你大半天的時間 所以要花多一點時間 未必只吃一餐 那裡其實去到有樂丁 銀座那些都蠻好玩的 如果那間酒店近 或者是在羽田樂 其實就很近 因為以前我出旅程 通常都是在羽田樂 我都是住在新橋附近 即是銀座附近 過到去就會比較很近 師傅有沒有今次的餐廳很難忘 覺得很厲害 很難忘就是牛鞅 就是其中一間 牛鞅是吃牛的 黃牛 黃牛 黃牛還是神戶牛呢 黃牛也有 神戶牛也有 味道特別是很好吃 還有它去到A5的級數 價錢貴 大概1100元一個人左右 但是有物值 它從頭到尾都是一個牛宴 招呼非常之好 環境非常之舒適 我最印象就是 它開頭給黃牛的壽司 黃牛壽司那片牛是很薄切 還有鋪到整個碟都是 港幣50元一件 但我們叫餐包在裡面 你在香港吃不到 還有它味道真的很好吃 還有我也強烈建議 因為餐有分貴便宜 最好叫貴的餐 如果便宜的餐 港幣600多元都有交易 但是那個牛是A3級數明顯的順利 但是基於經濟角度的考慮 如果譬如你四個人或者六個人去 會不會叫一些高級一點 又叫一些普通一點 這樣拉勻的價錢會便宜一點 也是可以的 現在台灣人很流行說CP值 CP值很高 這個CP值就很高 CP值其實是否指它的底食度 我不知道CP怎樣去逆 但是以我理解就是 抵不抵吃 如果CP值很高 可能是你物超所值 我經常看別人的文章 看見CP值 很棒 一頓飯便很滿意 走出來也有滿足感 因為走出來 它是銀座的 那間牛鞍 走到銀座那條街很開心 因為銀座也是天同星人 就是比較fancy 哇 名店 一望無際 你說得出的店鋪都有 而且它不是一個店鋪 它全部都是一座有六七層 其實如果現在在日本買名牌 會不會有好處呢 如果這樣算 對 會不會低了 暫時來說可能會有好處 但是日本是這樣的 如果日元跌了 那些人去掃貨 它又會加價 會不會呢 會 應該照正常會加價 它會調整價錢 其實滿地人就會很吃力 因為它一加價 負擔能力就有差別了 師傅你有沒有聽過 那些人去中夜買錶呢 中夜有 這次我也特意去中夜 中夜是我一個很喜歡去的地方 主要是買懷舊玩具 有一間Broadway 那間Broadway是一個商場 大概有200間店鋪 全部都是懷舊的東西 其中有一間叫Jack DeRoe 買二手錶 比較出名 也不需要擔心去日本買錶 穩穩陣 他們日本人是絕對認真的 日本人很厲害 甚至買一個中古CD 包得很漂亮 保存得很漂亮 包得很漂亮 有證書 有鑑證 你絕對放心去買 我也有很多客人 他們特意去日本買錶 只不過我這次去 看到差別不太大 因為價錢也不算特別便宜 雖然它是二手 我覺得物值 因為日本買 就變成水貨 你要永遠記住 水貨錶和行貨錶相差的價錢 大概是10%左右 譬如是10萬元的行貨錶 如果水貨9萬元就同等價值 如果是8萬5元 這個錶就值5% 應該這樣算 中夜都很簡單 其實你搭地鐵 你大概花兩個小時左右 其實原則上 日本東京的交通 其實真的很方便 你玩山手線 你搭一下Metro 方便 其實你搭過JR都通了 這次我們就 一天我們搭這個火車去次代 另外它可以加少少錢 真的少錢 幾百日圓 就有三天的Metro Day Pass 哇 非常划算 因為那個Metro 其實你差不多通了所有地方 跟著三天的車費 你可以當它是免費的 整個過程都很愉快 你這次有沒有租Wi-Fi Wi-Fi有 Wi-Fi其實就在香港可以租定 通常都是80元一天 80元90元一天 又可以說一下 Wi-Fi現在大致上都有兩種 欠了10元 一隻80元一隻90元一天 其實欠了什麼呢 其實就是路線本身 看看你需要不需要去郊區的地方 郊區有90元那隻 就收得特別會好些 就是這樣的分別 那有沒有出到他們那邊的八達通 是不是Suzuyo 我不記得了 Suzuyo Suzuyo 是Suzuyo 如果有去開日本 都一定有這張卡 就比較方便 因為那些類似香港八達通 你搭車便利店 那些你全部都可以用得到 不用處理那麼多的日圓 其實很麻煩 另外我想提議一下 在東京站有一間壽司店 那間壽司店在五樓 其實這間都值得去 我聽過這間 這間出名的 它勝在什麼呢 那些貨新鮮 我覺得都有足地八至九成的水準 但是價錢起碼便宜 一本 喪牌隊 因為它其實比日本元氣更便宜 是嗎 是啊 但是它都是日本人運動的 日本人運動的 在Tabe Block 其實這間壽司 就是東京的第一 日本壽司 它好像標榜是北海道的貨 即是北海道 它是吃很多北海道的魚鮮 所以日本人對於這間餐廳的評價都挺高 而真的可能都排很長龍 即是本地人都喜歡吃的 是啊 其實很多本地人去 反而沒有什麼香港人 因為香港沒有什麼雜誌介紹這間餐廳 其實挺好的 曾經有一本路由書好像介紹過 但就不是一個熱點 因為這個東京站都比較冷門 你說新宿、涉谷的人經常去 東京站就很少去 你說美燈是每個香港人去東京都會知道 但你講這間餐廳就未必 我又覺得很一般 最近反而 我之前的Vlog也有介紹過 但我現在不知道它是不是轉了老闆 貨的質素就下降了 所以反而去多了這間東京站 樓上這間 五樓也不難找 其實在東京站這個商場 五樓全部都是吃的食物 我都試過裡面其中有幾間都可以 旁邊都有很多選擇 吃一些西洋的食物 譬如意粉、豬扒飯 另外有一間吃鐵板燒都可以 還有一間吃雞刺身 那我不敢試了 吃生雞 怎麼能夠熟食 我想問為什麼流行不流行 在日本買電器 電飯方也流行 至少電飯方也流行 電器就不得不提七六元 但今天的節目時間就差不多了 我們留待下一集 我們就繼續再說 東京遊記 好,下星期同樣時間再見 拜拜 喂? 喂? 怎樣呀? 是呀 這個節目做完的啦 哦 你想找龍師傅看一身運程呀? 找他? 好簡單的 請你記下以下所需號碼 8204-0102 又或者E-mail去info-at-masters-dot-com-dot-h-k 好,希望可以很快見到你啦 下一集,程度龍師再見 好